论语 魏陵宫第十五 魏陵宫问证于孔子 孔子对曰 祖斗之事 则常文之矣 君吕之事 魏之学也 明日遂行 魏陵宫向孔子询问 有关作战布阵的方法 孔子回答说 礼仪方面的事 我是曾经听说过的 军队方面的事 却不曾学习过 第二天 他就离开了魏国 在城绝粮 纵者病 莫能心 子路运见曰 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 君子顾穷 小人穷思滥义 孔子在城国断粮时 跟随他的人病倒了 没有办法起床 子路带着怒气来见孔子 说 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孔子说 君子走投无路时 仍然坚持原则 换了是小人 就胡作非为了 子曰 孔子也 如以鱼为多学 而是知者鱼 对曰 然 非鱼 曰 非也 鱼一以贯知 孔子说 是 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 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 子公回答说 是啊 难道不是吗 孔子说 不是的 我是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子曰 由 知德者 贤义 孔子说 由 了解德行修养意义的人 很少啊 子曰 无为而智者 其顺也鱼 福何为哉 公己正难面而已矣 孔子说 无所事事而治好天下的人 大概就是顺罢 他做了什么呢 只是以端庄恭敬的态度 坐在王位上罢了 子章问行 子曰 言中信行赌尽 虽瞒末之邦行矣 言不中信 行不赌尽 虽周里行忽哉 利则见其参于前也 在于则见其以于横也 福然后行 子章书诸生 子章请教怎么样可以行得通 孔子说 说话真诚而守信 做事踏实而认真 即使到了南满北敌 这些外邦 也可以行得通 说话不诚而无信 做事虚浮而草率 即使在自己本乡本土 难道可以行得通吗 这样的时候 要好像看到这几个字排列在眼前 坐在车中 要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展示在横幕上 这样才能够行得通 子章把这句话写在大一带上 子曰 直哉始于 方有道如始 方无道如始 君子哉取博欲 方有道则是 方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孔子说 真是正直啊 始于这个人 正至上轨道时 言行像箭一样直 正至不上轨道时 言行也像箭一样直 真是君子啊 瞿博欲这个人 正至上轨道时 出来做官 正至不上轨道时 可以安然隐藏自己 子曰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 诗人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诗言 智者不诗人亦不诗言 孔子说 可以同他谈话 却不去同他谈话 这样就错过了人才 不可以同他谈话 却去同他谈话 这样就浪费了言词 明智的人 既不错过人才 也不浪费言词 孔子曰 孔子说 有智者与行人者 不会为了活命 而背弃人生理想 却肯牺牲生命 来成就人生理想 孔子替 一个大呼 结交努力行人的人事 言温问为邦 好好的礼貌 音乐就采用勺与舞 排除郑国的乐曲 远离阿谀的小人 郑国的乐曲是迷迷之音 阿谀的小人会带来危险 孔子曰 人无远虑 孔子说 一个人不做长远的考量 一定会有很快就到来的烦恼 孔子曰 孔子曰 张文仲 其切位者于 知柳下慧之嫌 而不予利也 孔子说 张文仲是个 做官不负责的人吧 他明知柳下慧 有卓越才德 却不给他适当官位 孔子曰 责备自己多 而责备别人少 就可以远离怨恨了 孔子曰 不曰 如之何 如之何者 无莫如之何也已已 孔子说 不说怎么办 怎么办 来提醒自己的人 我对他也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孔子曰 群居终日 言不及义 好行小会 难以灾 孔子说 一群人整天相处在一起 说的是无观道义的话 又喜欢卖弄小聪明 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 子曰 君子义以为职 离以行之 训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灾 孔子说 君子以道义为 内心坚持的原则 然后以合理的方式 去实践 用谦逊的言辞 说出来 再诚信的态度 去完成 这样做 真是个君子啊 子曰 君子并无能焉 不病人 知不及知也 孔子说 君子责备 自己没有能力 不责怪别人 不了解自己 子曰 君子 急漠视 而名不称焉 孔子说 君子 引以为患的事 临到死时 没有好名声 让人称诉 子曰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孔子说 君子要求的是自己 小人要求的是别人 子曰 君子 精而不争 群而不挡 孔子说 君子自重 而不与人争斗 和群 而不成方结派 子曰 君子 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 废言 孔子说 君子不因为 一个人话 说得好 就提拔他 也不因为 一个人操守不好 就漠视他的话 子曰 问曰 有一言 而可以终身 行之者乌 子曰 其数乌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子曰 请教 有没有一个字 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 孔子说 应该是数吧 自己所不要的一切 就不去加在别人身上 子曰 无之于人也 谁毁 谁欲 如有所欲者 岂有所事宜 私明也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孔子说 我对于别人 曾经贬义了谁 又称赞了谁 如果是我所称赞的 一定是经过了某些检验 同样都是百姓 夏商周三代的人 就是以这种方法 坦然走在正路上 子曰 无有己 史之缺文也 油麻者 借人成之 今无以福 孔子说 我还能看到史书里 存疑的地方 就像有马的人 自己不会骑 就借给别人骑一样 现在看不到这种情形了 子曰 巧言乱德 小不忍 则乱大蒙 孔子说 动听的言语 足以混淆道德判断 小事情不能忍耐 就会搅乱大的计划 子曰 众物之必查烟 众号之必查烟 孔子说 大家讨厌的人 我们一定要仔细考察 才做判断 大家喜欢的人 我们也一定要仔细考察 才做判断 子曰 人能红道 非道逢人 孔子说 人可以弘扬人生理想 而不是靠人生理想 来弘扬人 子曰 过而不改 是为过矣 孔子说 有了过错 却不改正 那才叫做过错啊 子曰 无常终日不时 终夜不寝 以思 无意 不如学也 孔子说 我曾经整天不吃 整夜不睡 全部时间用于思考 可是没有什么益处 还不如去学习呀 子曰 君子谋道不谋实 庚也 哪在其中已 学也 路在其中已 君子 忧道不忧平 孔子说 君子追求的是人生理想 而不是衣食 无缺 认真 耕田 自然得到了食物 认真 学习 自然得到了俸禄 君子挂念的是人生理想 而不是贫困生活 而不是贫困生活 子曰 智疾之 人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 智疾之 人能守之 不装以利之 则名不尽 智疾之 人能守之 装以利之 动之不以礼 为善也 孔子说 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 如果仁德不足以保住他们 那么即使得到了 也必然会失去 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 仁德又足以保住他们 如果不以庄重的态度来治理 他们就不会认真谨慎 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 仁德又足以保住他们 在庄重的态度来治理 如果动员时 没有合乎礼仪的要求 还是不够完美 子曰 君子不可小知 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知也 孔子说 君子没有办法在小地方显示才干 却可以接受重大的任务 小人没有办法接受重大的任务 却可以在小地方显示才干 子曰 明之于人也 甚于水火 水火 无见道而死者已 未见道人而死者也 孔子说 百姓需要走上人身正途 胜过需要水与火 为了得到水与火 我见过有人牺牲了生命 但是却不曾见过 有人为了走上人身正途而死的 孔子曰 孔子说 遇到人身正途上该做的事 即使对老师也不必谦让 孔子说 君子均持持大的原则 而不均匀于小性 孔子说 孔子说 侍奉君主 认真做好分内工作 然后才想到俸禄 孔子说 我在教学时 一视同仁 不会区分学生的类别 孔子曰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孔子说 人生理想不同的话 不必互相商议 孔子曰 辞答而一意 孔子说 言辞能做到答意就可以了 师免见 即接 子曰 接也 即席 子曰 席也 接坐 子告之曰 某在思 某在思 师免来见孔子 走到台阶前 孔子说 这是台阶 走到坐席前 孔子说 这是坐席 坐定之后 孔子告诉他 某人在这里 某人在这里 师免出 子章问曰 与诗言之道语 子曰 然 故相识之道也 思免走后 子章请教说 这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吗 孔子说 是的 这确实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